据央视新闻报道 6月2日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据报道 6月1日晚 美台在华盛顿签署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阶段协议 中国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毛宁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包括商签任何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 美官方执意与台民进党当局推进所谓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 执意签署有关协议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违背美方做出的 给予台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毛宁指出 所谓倡议不过是美方打着经贸合作的幌子 对台予取予夺 敲骨吸髓的指挥棒 是台民进党当局为谋独私利 不惜出卖台湾同胞和企业切身利益 害台卖台的投名状 是美区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最新例证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改行更张 停止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停止推进 并立即撤销所谓倡议和协议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 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承担 国台办民进党当局不惜出卖台湾企业 只会害己害台 另据央视新闻 6月2日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达记者问 问民进党当局6月1日 与美国签署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议 对此有何评论 答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 商签任何具有主权意涵或官方性质的协议 民进党当局不惜出卖台湾企业民众利益 拼凑所谓对美关系成绩 不得人心 只会害己害台 商务部敦促美方慎重处理与台经贸关系 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商务部网站6月2日消息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签署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部分协议 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6月1日 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签署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部分协议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美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 与中国台湾地区签署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部分协议 并派政府官员出席签字仪式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 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包括商签任何具有主权意涵 和官方性质的经贸协定 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慎重处理与台经贸关系 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前方平台湾地区签人 敬请